大家好,我是兔子 不知不觉二月就要过去了 今年的视频是画三月壁纸 然后和大家聊一聊在画画的过程中 怎样建立一个自在的心态 本来这支视频我有录品 但打开回放发现很多的马赛克 蔬菜都不能用了,就没有放出来了 今天我选了一杯很春天的饮料 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自在的画画 它会帮助我们在练习的过程 比较不会感受压力 或者是把焦点放错地方 有在画画的朋友会发现 同样是画同一样东西 每个人画出来都不尽相同 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可以证明一点 每个人对于同样的东西 看法和角度是不同的 因此多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透过画画去了解自己 和自己的内在对话 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生活中 一睁开眼睛 就会有海量的资讯进入生活中 在画画的过程会让人平静下来 会帮助我们思考 什么是生活的重点 在画画练习中 很重要的部分是不要和别人比较 因为当我们看了大量的作品之后 你会开始思考 好像别人的作品 画面怎么这么的丰富 有很多很高级的效果 用了很多不一样的笔刷 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这样想呢 就比较有压力哦 重点是和自己对话 在这个过程中 你开心吗 把注意力放在画自己喜欢的东西上 如果你在画画的过程中 进度比较慢 也没有关系 因为每一步都很踏实 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而不是一味的蛮虫 觉得别人那样 我也要跟着那样子 如果拿吃辣来比较 每个人对于辣的耐受程度 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我是福建人 但是我吃的就比较辣 有的人一点辣都吃不了 这没有对和错 只是喜好不同 这就回到前面说的多思考 究竟自己喜欢什么 享受画什么 那就往那个方向前进 不要去和别人比较 如果我们能够把注意力 放在画画的过程中 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自在地体验画画的过程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收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